各位台東大午的朋友 大家好 我們是從台北來的 社運白目恩人組 跟滿野新竹生態協會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是要告訴大家核廢料的可怕 希望大家能夠拒絕核廢料 不要混亂情 藍雨的意思來看 藍雨被強迫接受核廢料 他的結果就是 現在藍雨的海邊到處汙染 已經有許多學者專家 研究證實 藍雨有輻射的外洩的事情發生 包括許多人工核種 色137、色134還有固六石 這些人類製造了謀鬼 因為台電強迫欺騙藍雨的民眾 把核廢料 低階的核廢料放在藍雨 現在藍雨遭受很大的污染 那無罪的小朋友 就已經得到了癌症 未來藍田是 如果台東公投 大家贊成把高階的核廢料 放在藍田 那這個 這個終極處理廠的結果就是 遺害了 子子孫孫 你們這一代的台東人 這一代的藍田人 拿到了回饋金 可是未來 這個禍害 這個人類製造的魔鬼 就長住於藍田這麼漂亮的東海岸這個地方 我相信這種行為並不是這裡的祖林所樂見的 你們的祖林把這一塊大好山河留給你們 把這一塊淨土 留給你們 你們 我們大家每一個人都只是 在這個土地上過度的 過度的一代人 並不是永遠擁有這塊土地的人 那這個土地是要留給子子孫孫的 那如果把核廢料放在這裡的話 等於是把鬼把魔鬼引進門 所以呢 我希望我在此呼籲藍田的朋友們 台東的朋友們 一定要拒絕回饋金 拒絕核廢料 另外 我想 舉一個那個芬蘭的例子 芬蘭現在是把核廢料放在一個地盤穩固 地下400公尺的一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呢 目前可以放 他們的估計 芬蘭的科學家的估計可以放一萬年 可是 他們也面臨到一個考驗 就是 這樣子的一個地方 這樣子一個地質穩固 可以放一萬年的地方 是不是要應該要有一個警示牌 讓後代的人知道這裡放了一個魔鬼 因為如果讓人知道的話 大家會不要靠近他 跟他 跟他保持一個距離 以側安全 可是如果大家知道他的話 萬一有了戰爭 頭有一枚炸彈在那裡 那等於是引爆了數千萬個炸彈 那如果說 不要告訴他 萬一有民眾 那種誤觸不小心 後人 不知道這樣子 有一個這樣子一個 埋藏魔鬼的地方 把他挖掘開來 是不是把核廢料 輻射 也挖掘了開來 會造成很大很大的 輻射 輻射的危機 那所以呢 現在芬蘭雖然有一個這麼地盤穩固的地方 一個這麼適合放核廢料的地方 那當局呢 他們的當局也是非常的猶豫不決 到底應該 應不應該把這一個 這樣子一個地方公租於世 所以呢 希望 台東藍田的人 不要 我們這一代人 不要因為我們這一代的享樂 而把這樣子勇士的一個魔鬼 留在自己的家裡 我們拒絕核廢料 等於也是拒絕台電 拒絕核電 那拒絕核電 可以擁保我們 子孫萬代的一個幸福安康 那如果 我們這一代的人 享受核電 然後把核廢料放在自己的家裡 那等於是 你斷了你們自己 斷了自己的子子孫孫的根 所以希望你們 如果真的哪一天公投的話 一定要拒絕核電 拒絕核廢料 謝謝